电影主角 老师的科神奇压完之后 大脑瞬间变成超级电脑 脑容量大增 可以大量的储存和接收 来自外界各式各样的讯息 并且进行快速平息的分析 立刻化身人生顺利组 电影将大数据概念具体化 科技大厂则压宝作为获利的金积木 对科技业保持乐观态度 三立财经专访 第二亚太区总监Sumir 他直言大数据跟物联网 就是未来商机 大数据应用如何实现在现实生活当中 想象一下如果这是一条高速公路 那么我是一条在高速行驶的汽车 高速公路上甚至不能停下来的 因此如果突然停下来了 它就会传授我是否发生了车祸意外 那么刚录下的即时影像 就会传到云端伺服器里头 并且呢会传到数据中心 利用伺服器还有数据中心 大数据分析就可以传测出 发生事故的原因 利用智慧的监控以下 模拟出马路情境 透过大数据分析 推幅事故发生的原因 积极转型的Deal 打造出大数据展示平台 目的就是要更贴近消费值 所以我们有一个产品叫Fx2 Fx2如果你想想象一下 它就像Lego 所以这个项目是 你能够设计它 你能够设计它 如果你想那些器材 只能够设计 只能够设计 你能够设计它 利用一个个的积木玩具 来展现储存模组 变得弹性化 数据资料库不再是硬邦邦 伺服中心也突破了场地限制 其实靠着PC称霸的科技大厂Dale 力拼转型稳住获利 靠着并购30家公司持续重大 也积极开发云端伺服器 不过摊开最新的研究数据一看 第三期全球PC的出货量 只有7097.6万台 跟去年同期相比 减少了10.8% 在景气前景不明朗之下 如何突围 也考验各家智慧